许玉修台素杯未来赛锋王 效用职业生涯单打首官 四维基金会提供记者梁伟明台北报道 台素杯南网未来赛首战 周日于台北网球中心落幕 地主19岁豪手许玉修虽然热机稍慢 仍携6B2B3强压年长6岁的美籍华裔 祝士迪 效用职业生涯首作单打冠军 世界南单排名将从千席外一举冲进700内 乐得许玉修说 很开心 让我更有自信 希望接下来第二站在接再厉 其实许玉修两盘都先遭破发 但他随即调整反扑 全都倒赶五局拿下 两盘总计只用72分钟 这几天台北天气是热 一周打下来有点疲惫 开赛表现比较被动 陷入落后才逐渐抓回比赛节奏 许玉修也透露 对方远道而来肯定不适应 体力消耗更大 因此连场战术就是 想办法把球打稳 打身 尽量逼他多跑动 请继续往下阅读 但双打坚固的许玉修 去年连夺三大满冠青赏南双冠军 但今年转战职业陷入瓶颈 开几层苦吞五连败 好不容易才在新加坡未来赛 闯进四强 生涯首闯决赛就夺冠 令他大受鼓舞 自认不论技术或心态都有进步 许玉修 思维基金会提供 许玉修夺下胜利 思维基金会提供 许玉修 蓝医者 击败注视敌 白医者 效用职业生涯单打手关 思维基金会提供 不语基金博